Skybox文理也就是天空贴土的制作流程 我是孤岛维基 这个教程会用到两个软件 一个是叫做Panel的小软件 另一个就是Photoshop 另外Photoshop所用到的动作文件呢 你可以在这个黄色网站 这个黄色文字所标的网站 找到 先用Panel打开你的素材文件 是一张全景图 接下来呢就照着这个视频做就可以了 这里只需注意一点 你的立方图面片尺寸 一定要用1024和2048这种规格 如果你希望天空更清晰一点的话 就用2048吧 深层六张立方图面片 选择前五张就可以了 放到Photoshop里面 然后按顺序将它放到第五张里面 合并到一个文本里面 然后使用动作 我的动作文件里面呢 都有相应的提示 按照提示保存为 相应的文件后缀就可以了 第一张保存为34 保存的时候呢 这个预知了 一定要用这个Skybox 然后输出 接着保存 这要提示吗 我这上面做了提示的 第二张 保存为12 保存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一下 不用点OK 直接输出为DDS就可以了 好 接着保存 保存为最后一张 五 和以前一样 直接输出 好 这样就可以直接得到三张DDS 找到三张DDS 然后把它给复制到你的 引擎的目录下面 位置呢 由你决定 可以复制到你所需的位置 然后打开你的引擎 我这里顺便讲一下 怎么使用这三张贴图吧 现在呢 是动态天空 然后打开材质编辑器 先建一个材质文件 材质名称呢 可以随便取 材质的Shadow的话 一定要用这个天空 指定贴图 指定其中一张就可以了 然后找到环境选项 在这个地方指定 好 已经替换上去了 只是的话 默认没有效果 需要调整一下 这个新版的话 是需要调整的 我们先去掉这个云 这个云挡住 然后打开一天时间 把Skybox了全开 最大一 好 已经显示出来了 但是还需要调整一下 首先它的角度好像 不是我们想要的 弄一下 看不见 太阳 因为这张梯图的话 它是有一个夕阳的位置的 有个夕阳的 我们把那个太阳给调出来 放到海面上 我们待会儿好欣赏一下 另外的话 把那个雾给降低一些 因为这现在有一个 海面上有一个雾 太高了 我们把它给降低一点 降低一点的话 那个太阳就会显示出来 另外再修正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 这个引擎的太阳的话 它在另一个位置 我们现在的话 要是有两个太阳 一个是贴图的 一个是引擎的 我们把引擎的和贴图的 这个两个给合并一下 给放到一个位置 匹配一下 随便吧 把它弄到差不多的位置 就可以了 差不多 有点淫荡的这种感觉 差不多了 再弄一下 这个感觉还是差了没点 这个天数好像被削住了 这个到了晚上以后 这个天空贴图又给我削住了 我把关键证弄一下 但是还是要留一个 因为到了夜晚的话 还是要让它消失 留了个关键证 另外把那个体积光的参数 给调一下 这里只是演示一下 另外它的那个关键证 需要你们自己去 给设置 我这是先调一个 相对正确的参数 好 差不多了 有点那个 走动来看一下 到海面上去弄看看 我打个 这个屋子 这个贴图显示错误了 我们把材质给歇徒来调一下 应该是那个环境贴图过时了 它那个环境 环境贴图的纹理已经过时了 我干脆给去掉 好 看上去还可以 好了 差不多了 就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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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